两年前的今天 缅甸军方发动了政变 推翻民选政府 从那时候开始 缅甸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不管是经济 社会 文化 还是民主自由 全都开倒车 这两年来 百姓生活潦倒 有人为了抗争失去了一条腿 有些则因为勇于发言 而遭到军政府对付 但是他们都不后悔所做的一切 祈求民众携手冲破 黎明前的黑暗 迎接人生曙光 左脚装着一只 一步一步往前走 看似有些吃力 但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 画面中的仗友叫艾成 今年21岁 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前 艾成和其他的百姓一样 过着安逸的生活 在仰光的一家快熟面工厂打工 但是2021年的2月1号 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天一早 艾成就好奇为何无法上网 一度还以为自己忘了缴付电话费 殊不知是政府军切断了所有的网络通信 阻止民众和外界联系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他看到军方杀害平民 于是决定参加反正变抗议活动 来保卫家园 只不过在一次的爆炸袭击中 他受了重伤 陷入昏迷 醒来时 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这才发现失去了一条腿 如今的艾成正在土地附建 希望能够尽快地行走自如 他说从来不后悔参与抗争 如果恢复情况良好 不排除会重返战场 继续为民主奋斗 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而他是缅甸著名的模特儿 韩雷 国家发生重变时 他正准备参加在泰国举行的国际选媒赛 后来他在台上抢忍泪水 提起有140名的示威者 被缅甸军方杀害 而这段视频很快地就在网络上疯传 缅甸政府军指控他煽动判断 韩雷最终选择在加拿大落脚 面对文化的差异 难免有些不适应 但他还是积极地生活 克服挑战 缅甸军事重变发生至今已经有两年 根据统计 去年有大约19000人在战乱中丧命 以及120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汤姆安德鲁斯发表了一份报告 并指这两年的国际社会未能有效地解决缅甸危机 况且在当地人民的心中 军政府没有合法性地位 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恢复缅甸的自由民主 希望政局早日稳定下来 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